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中国化 新移民总书记四八大以来对人权问题的重要的论述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 特别是近些年来就是我们构建人民的互动体 那么这样的政策概念 要注意化合化沟通和交流一些规律 我们看到就是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 不发达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 他们也开始对中国更加的感兴趣 包括中国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 如何促进社会进步 如何加强人权保障的 那么有了这样的中国经验 也有了这样的对中国的关注度 是我们做好这个人权话语传播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不要事实说话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这些年在脱贫 扶贫 精准扶贫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随着这个世界的这个进程力发展 世界人权治理体系已经发生了变化 中国需要发生也要需要在里面做出自己中国的贡献 咱们中国需要在这个里面学术界 需要对它进行展开研究进行诠释 中国人做好自己的事情 就是对全球人权利的大的贡献 我们解决了所有的能力 站起来抢起来 这么种这个过程 就是对全球人权利的贡献 在全球治理中间 把如何构建人类民运共同体 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很首要的位置上 跟其他国家共建 交流互建 我们相信将来这种贡献呢 会越来越大的 而且不仅仅是在理念上 同样呢也是在一些具体的举桌上 在中国推进实施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方面 包括对外援助 包括促进南北合作 南南合作这些方面 都会有一些切切实实的举桌 不沫带